活到老 美丽到老 95岁的小雨奶奶入住护理之家7年 照顧人员都知道她的小习惯 每天一早起来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会去坐在她的洗衣室 那会好好的勾勒好她的眉毛 这一天照顧团队帮她化妆 气色好 水荡荡带她回南投老家 我看到有翁来吗 这才对啊 你就惨了 我以前都在小习一口水 务农超过40年 万般辛劳全为家庭 跟先生一起养大六个孩子 如今子女开枝散叶 每张照片都有故事 这趟圆梦之旅 子女们早早就准备好 煮了一锅暖暖的高丽菜汤 这是老人家记忆中的滋味 打开衣橱是一件件珍藏已久 舍不得穿得漂亮衣服 小雨奶奶一向省吃俭用 扣除生活开销 行有余力 行善不失 母子商量过后决定捐出一辆 扶纸车接送护理之家的住民 还没付出行动 八月底小雨奶奶安详 离开人世 而老人家心中的这份善念 陈先生一直惦记着 小雨奶奶往生两个多月后 家人为她圆满心愿 陈先生自己开旧车代步 捐给护理之家的是全新车辆 注重细节与安全性 借此感谢照护团队 七年来对妈妈无为不至地照顾 也期望能够造福行动不变的长者 点点滴滴都是珍贵回忆 小雨奶奶已善念传家 无私的爱将长留人间 大爱新闻中部综合报道 大爱新闻